大家好,又是我星星, 和大家職人吹水 真的很高興,這次不是職人吹水,而是職人滷水 很多網友都會留言,可以拍清楚材料才介紹 買到什麼就做什麼,都是新鮮的 首先我們先處理滷水 我們在冰箱的冰格拿出來,放幾個鐘或隔晚放到4度的蔬菜格 然後隨即用中火慢慢滾起 滾過程當中,滷水包放進去 滷水滾之際,現在開箱,大家當然知道做什麼 因為片頭寫了 有些新鮮大腸 新鮮豬大腸 旁邊這條 這條不是粉腸 粉腸沒有樣子看,這條有樣子看,這條叫生腸 新鮮豬大腸 新鮮豬大腸 下到肉檔又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為看到我就買了 原本想買三條,今天只有一條 新鮮豬大腸,我們先放一邊 一條豬大腸不夠吃 我再買一條新鮮豬 這條叫做潮州豆腐 有時候做潮州豆腐是相當不錯的 處理是比較簡單的,不用炸的 那這些新鮮豬 回到第一步 用溫水浸泡半小時 先用溫水 很多網友都會問,什麼是溫溫水 大家可以看到,在水喉直接開出來的水 浸泡的作用是 讓豬的血水味和不好的味道 稍微浸泡出來 然後倒潮州豆腐 下半茶匙鹽 整塊豆腐 倒在冰箱裡 然後放在冰箱裡 然後處理新鮮豬大腸 這些豬大腸頭,有頭有味 這些新鮮豬粉腸,我們都一起處理 第一步 再把白醋放在冰箱裡 先把白醋放在冰箱裡 把白醋放在冰箱裡 把白醋放在冰箱裡 搓一搓 因為它始終是豬的內臟 而且外面有些嚼勁不好的味道 然後把白醋放在冰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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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一會兒 洗一會兒 洗一會兒之後,可以嗎? 當然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有些不太好看的 現在我們就把它撕一撕 這樣 豬大腸 我們就看著牠頭 然後就把它翻出來 整條 慢慢地翻出來 翻到最後 我們就拿著筷子出來 拿著牠頭的位置 拿著筷子 拿著筷子出來 把牠頭的位置 然後慢慢推 慢慢推 整條腸就翻轉了 翻轉了之後 看看 腸內壁的太肥的 我們把它撕掉 這些 我們稍微把它撕掉 像骯髒的 要不要把它撕掉 要不要把它撕掉 就不需要把它撕掉 每度 撕掉一點 因為凸出來肥的 我們就把它撕掉 這些 骯髒的 就把它撕掉 如果把它撕掉 可以用剪刀幫忙 這樣把它撕掉 我們先把它清理 不乾淨的東西 先試一下 這些新鮮大腸 我都不建議大家 清理得太多 其實這些油很香 它不髒 它不成功 我們就撕掉一點 就可以了 我們保留一點 清理完肥膏之後 我們也是同樣 放三分一碗醋 我們把它撕掉 用醋的作用 都是撕一撕 豬裡面有些不好的味道 我們就撕一撕它出來 在坊間外面做 很多人說 用梳打粉去洗 或者用什麼 如果你處理大量 你就用梳打粉 很少 就這樣洗就可以了 大家的原理也是一樣的 用梳打粉把它撕掉 然後把它撕掉 很久 但用梳打粉把它撕掉 有一個不好的處 它很容易吃到梳打粉 不太好吃 自己在家做 買了這麼新鮮的食材 用心思吧 現在我們再洗一次 目的就是 清除醋味 洗完了 可以了嗎? 當然不可以了 我們在家做 我們有些方法 拿一點麵粉出來 約三四個湯匙麵粉 把它撕掉 撕掉之後 我們就把它撕掉 為什麼要加麵粉呢? 其實加生粉也可以 但是 除了這些豬大腸的內臟 加麵粉的效果就會比較好 我們拆開過程當中 讓麵粉黏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把麵粉拆開 分多鐘 然後 我們慢慢清洗 清洗 可以清洗 水沒有白色的東西 我們洗五、六次 現在洗到第三次了 洗走麵粉的過程當中 麵粉的作用就是 把麵粉黏住不好的東西 把麵粉黏住 把麵粉的切得稍微 birds 洗到什麼 scrutin 刺激可及滑會吃 evitar味道 如果不到腸排 加麵粉後,我花5次花植題 用2湯匙的鹽,主要是大腸,用鹽搅拌一搅 就這樣洗就可以了,在家不需要放梳打粉 用鹽搅拌一分钟,用鹽搅拌一分钟,再洗2-3次 把鹽搅拌出来 把鹽搅拌完後,用鹽搅拌一分钟 如果再聞到鹽搅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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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搅拌 把鹽搅拌到鹽搅拌到鹽搅拌一搅拌 再把鹽搅拌一搅拌 然後用鹽搅拌 那用鹽搅拌的鹽搅拌到鹽搅拌 那些急凍的就处理好,比較方便 但是吃這些新鮮豬大腸,就真的要自己做 慢慢洗,不要心急 第二次鹽水又洗完了,現在就反過來 然後把腸的正面套出來 然後把腸放進去 不停等 在我Facebook之前出了群組,有位加拿大網友很喜歡做這些新鮮豬大腸 我很欣賞它,因為怎樣? 很用心去做,慢慢去洗 慢慢移動一下,整條移動出來 輪到腸的正面 最後一次,腸的正面 用鹽拿一拿 慢慢移動一下 慢慢移動一下 那條生腸就移動一下 這些生腸很多時候都會出油雞檔,滷水檔 吃到一些紅色的生腸 但是我今次做的不是那些生腸 即是滷水生腸,是不同的,食味 這些新鮮生腸很好吃 特別是這些生腸 我們洗完這一次,然後過水 再過兩三次水 洗乾淨之後,再進一步聞一下有沒有異味 如果沒有異味,我們先去瀝水 然後,豬蠟也是浸了半個小時 這些豬蠟,用濕溫水浸出來 現在我們洗兩三次,洗到沒有血水為止 新鮮豬蠟洗乾淨之後,用瀝水 拿回剛才的大腸和生腸出來 隨即在旁邊開火,燒點水 然後,二話不說,把生腸、大腸、豬蠟 放進去 我們把冷水、飛水 冷水加熱過程中,還有一樣東西要放進去 都是白醋 我們處理豬內臟,飛水也要放進去 冷水不斷加熱過程中,大家看到嗎? 我們在旁邊準備一盤清水 做這類型的內臟、腸、事前功夫是相當重要的 三樣食材之中,生腸是最快的 先浸在冷水 然後,生腸和豬蠟 豬蠟要飛水比較久 為甚麼呢? 我們還要處理豬蠟上高的白色衣 我們還要飛久一點 大腸這裏呢 我們把大腸弄一弄去的不好的味道 弄出來就可以了 隻 combines 醬汁做成功夫 弄5分鐘之後,大腸還能挑戰 豬蠟再弄至約5分鐘 醬汁做成功夫 豬蠟就為止得到 其實不用弄熟,要把場地摔一下 和中節刮好的 就可以了 隨即放進清水裡 然後用小刀在朱利上刮 把所有白色的部分刮出來 做滷水,朱利的頭可以不切 不切就把它改出來 這個頭有什麼用呢? 用來熬湯 主要是把頭和朱利的部分分開 然後我們繼續刮 如果有一點熱的話,刮就比較容易刮 這些位置都刮完 朱利刮乾淨後,進步清洗到沒有血水 洗乾淨後,將它瀝水 那朱利的頭就留在煲湯 生腸的頭要怎樣? 不要緊,把它剪出來 因為這個生腸的味道可以浸泡 不太多,外面賣生腸賣得這麼貴 我們拿一塊豆腐出來 豆腐一個多兩個小時,它會有點飆水 就是這樣,然後清洗乾淨 豆腐洗乾淨後,把它瀝水 現在沸泡水 現在沸泡水 沸泡水後,我們要試一下之前的味道 再調校適量的味道 做這些滷水,豬腸,豬利的味道 都比平時偏濃的味道 在這裡,我放一顆冰糖 一塊薑 生抽藥,五個湯匙 再加一茶匙鹽,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煮沸,加豬利 豬生腸的頭 和豬大腸,放進去 浸泡多久呢? 三個食材當中 最快有豬生腸和豆腐 豬利要浸泡一個小時 豬大腸也差不多 期間,我們加入適量的紹興酒 再拿一個煲出來 然後把滷水倒進去 我們開火 這堆滷水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叫豆腐 豆腐不要放進鍋裡的滷水蛋裡 因為滷完豆腐的滷水 混合那些,煲滷水很容易變 我們這個豆腐,我們煲滾水 讓它滾十分鐘 然後關火,慢慢浸泡一個小時 豆腐滾了約十分鐘 滾水的目的是,想它入味和透身 想它更加入味呢 我們關火,我們放在這裡浸 浸到它冷也不要緊 最好浸它兩三個小時 看一看煲大滷水 我們保持一個微滾的狀態 像煲湯的狀態 然後,我們放在這條生腸 浸這些生腸,一定要慢慢浸 不要大滾 要浸多久呢? 要浸35分鐘的生腸 滷水經過35分鐘的模樣 主要要找一條生腸 不是這條生腸,不是這條生腸 這條生腸頭 這條就是了 這條是經典的 那兩三寸的東西 心機時間 我們現在放進豆腐的一碟冷漏水 浸到它 那些生腸呢 我剛才剪了一點 嘗試一下,入口有一點炸頭才好吃 逢是做滷水這些都是 這些大腸啊,豬膩啊,都不要浸得太軟 這條呢,這麼粗的,再浸多一陣子 現在要浸多半個小時,我們再看看 那豆腐生腸正在浸中之際 配這個生腸或大腸呢 最理想的醬汁呢 就是配一個蒜蓉醋 我們約有一個茶匙的蒜蓉 我們下約三分一茶匙的豆瓣醬 或者一點點紫天椒 我們稍微攪勻它 我們下醋 醋三茶匙 然後下清水,清水也是三茶匙 稍微攪勻它便可以了 現在老了約一個小時 然後把腸頭夾上來 這樣剪一剪腸頭便知道可不可以了 剪下去有點難剪,差不多了 現在呢,我們關火去 可以在裡面焗三十分鐘 焗了約三十分鐘 為什麼要焗它呢 因為我們不要死熬它 煮到它太軟了,沒有口感就不好吃 現在我們就拿上來 放在豆腐上 然後把腸肉 這個滷水蛋 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我們怎樣要保存 首先我們用隔篩 隔乾淨了裡面所有渣子 然後滾回去,然後放涼 放涼後放進冰箱裡的冰箱 我們在臨吃之前 先拿一塊豆腐出來 這些豆腐我們都很容易處理 我們在中間那裡放一刀 然後切開它便可以了 讓它慢慢浸 在裡面的味道 很簡單,我們把成份放上去便可以了 我們最主要是在豆腐的面層上吸收了味道 在中間那裡再淋一點醬汁便可以了 接著我們要處理豬舌 這條豬舌 我今天拿吃一半左右 留下這一半,我明天吃 那這些要怎樣切呢 切薄片 慢慢切 這樣 現在已經很想吃了 切的時候就 我們把整份放進去 豬舌 接著就是開心的時刻 怎樣開心呢 開心就是剪 做這些滷水豬大腸 我們不要切到碎濕濕去老 我們一定要整條 剪下去 一份大腸麵,現在就剪下去 最棒是腸頭 當然不會放那麼多腸頭 剪一些腸尾 腸尾就夠軟了 那些腸頭 差一點 剪一些 然後倒一些生腸 最重要是那些生腸花 我們逐份逐份剪下去 這些生腸 你不要想著吃到外面的老美店的生腸 這麼爽脆 那些是飄過來的 那這些 我純粹就是這樣 新鮮的生腸 浸熟 這些生腸花 如果大條的生腸 很棒 接著到大條這條 大條這條 就配上腸頭 一定要慢慢剪下去 這樣有些咬口 老水平盤 老水平盤 說出去吃就不少錢了 淋上碟之前 放少許 老水汁 每度放少許 花這麼多工序 心機時間 去清洗一條新鮮豬大腸 生腸豬尾 那這些豬大腸 這麼鮮味又有口感 真的要自己做 還有這些 生腸頭 爽脆生腸 新鮮豬尾 這個出去吃 你給錢也吃不到 如果有時間的 可以自己試一下 至於我滷水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之前滷水雞的做法 或者搜尋職人吹水雞水的做法 喜歡吃老水大腸的網友 給個LIKE 喜歡吃老水生腸 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這個 老水生腸大腸豬尾拼豆腐 我就先吃飯了 多謝收看 下個視頻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